由统计数字显示 去年中国消费了全球六分之一的奢侈品 高达3060亿元 其中这60%的钱都是花在了国外 这种强劲的消费潜力 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龙头股 而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中国人 到海外过年 也给当地带来了旺盛的财运 为了迎接中国顾客 国外很多商场正在做出更多的改变 购物指南有了中文版 很多专柜配备中文售货源 在法国一家知名商场 总经理还学起了中文 根据通行的商业规则 商品的定价要素 包括关税 市场公关费用 品牌价值 原材料和加工成本 流通渠道费用等 其中要素的占比不同 决定了同样一种商品 在国内和国外的实际售价 差异很大 记者以某一洋品牌的围巾 在英国和中国国内进行了比较 根据当天的汇率 这款围巾在英国的售价 折合正人民币的价格还不到2400元 那么这条围巾在我国的售价是多少呢 同样一条围巾 中国的售价比英国高出了2100多块钱 一位曾经担任某奢侈品牌 中国区高管的业内人士表示 进入中国的洋品牌之所以价格高 并不单纯在于关税 品牌的定价政策 我觉得一个呢 它本身定价成这个新兴市场 要比欧洲肯定高 那么比美国市场也高 那些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利润瑕疵你 去年一年 中国人购买了全球25%的高档品牌 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品牌消费群体 而利用国人对洋品牌的热衷 洋品牌在中国不断提高价格 这款产自新西兰的奶粉 在当地的售价 折合成人民币是154元 到了国内 价格就变成395元 这款包在法国的售价 折合成人民币是23000元 在中国的售价是37500元 这条美国品牌的项链 在当地不到700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 在国内购买要花1万多元 业内人士坦言 这些商家在本土和中国 一低一高的定价策略 直接效果只有一个 就是大大吸引中国人 出境旅游消费